好 来看到马英九总统将会在这个月底过境洛杉矶 这将会是今年南加州桥社的第一场大事 我们根据了解 各项筹备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那么您还记得吗 去年受到台湾有台风的影响 所以马总统当时缩短行程 包括了雷根图书馆 包括了罗省中华会馆都爽约 所以这次呢 要一次补回来 经文处各组长全员到期 陪同令胡荣达和南加媒体查序 上任满100天分享成绩 他表示 南加桥团估计有800多个 每年的活动超过了1000场 活动力贯全球 上任三个月参加150多场活动 形容收获丰硕 而月底楼栗新年前 南加桥社欢迎马总统过境 可是官方的态度却是相当低调 至于说是不是过境洛杉矶或者美国 那么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就说这个媒体的报道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我个人目前是还这个没有评论 媒体可以说官方却不能说 据了解马总统行程已经在规划帐中 去年受台湾台风影响 原先要参观雷根图书馆 中华会馆等行程 渴望这次补回来 对此令狐回答的相当有技巧 桥界这边也非常期待 那么希望能够看到马总统再度来洛杉矶 那么我想如果马总统再度来洛杉矶的话 我想他一定会完成他原来的一些承诺 不能公开马总统行程就怕见光使 令狐强调台美关系好得很 还不忘率领同仁向乔邦们贺连 可是受限于台美默契 外交人员只能压着划水了 也显示中华民国外交工作真的很艰困 东西新闻吴中国李中瑶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